大家好,我是薇娅,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500万,现在故事开始。 公司新招来个学历挺高的文案编辑,他写的文案不少内容,触犯了广告法。 我在小组开会时就把这事点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做,把老板给惹火了。 年终大会上,老板给所有员工都涨了工资,还多发一个月年终奖。 就我降薪30%,我不服气,找老板理论。 他悠哉地喝着茶说,能接受就干,不能接受就走。 你这岗位本科生多的是,研究生我也能随便招,我气得咬了咬牙,摔门走了。 结果如他所愿,我被迫离职了,他后来招了五个人,都没法把我的工作全接下来。 后来,他招的新人出了个大岔子,直接让公司面临破产危机。 老板陈光耀边漫不经心地喝着工夫茶,边说我入职时,薪资定地随便。 现在按HR最新核算,我就该拿这工资,之前是多发了。 今天年终大会,陈光耀花了两小时,讲他那些年的创业辉煌史。 最后高兴地说,公司上半年已经超额完成全年销售目标,为了激励大家。 全体员工工资涨10%,还额外多发一个月工资当年中奖。 我底薪7000,涨这点虽说不多,但我也挺开心,就跟着大家一起使劲鼓掌。 可没想到紧接着,他话头一转,说这次涨薪不包括市场运营部的我。 我的工资算错了,得重新算,然后在台上看着愣住的我说,会后我单独和你说。 会给你解释清楚,大家的目光都朝我看过来,有可怜我的,也有看笑话的。 我有点猛,更多的是生气,会后,我把我这些年的成绩调出来。 想找陈光耀讨个说法,可他看都不看,直接通知我要降薪30%,还提高KPI考核门槛,这门槛跟我们过去几年最好的绩效差不多。 现在的市场环境咋能和以前比,他这就是不想给我奖金,想逼我走。 我强压着怒火,声音颤抖着问,我工资到底咋错了,我底薪7年都没变过。 好多基层同事底薪都比我高,奖金也是我完成绩效该得的。 还有你当初答应给我的股份我也没见着,陈光耀不耐烦地摆摆手说。 我没功夫听你说这些,工资咋合算的,你去找HR部门的软经理。 我又要管这又要管哪,哪有时间管你工资这点小事,软经理。 不就是他那个爱在背后说人坏话的小姨子吗? 我握紧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接受这个薪资调整,陈光耀脸彻底黑了。 厌恶地说,我就是通知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别拿你那点业绩在我这显摆。 公司业绩一直稳定,你能做出成绩,还不是靠我们公司的品牌。 想干就接着干,不想干我也随你,你这岗位,别说是你个本科生。 我招研究生那也是一抓一大把,我被陈光耀的话,气得浑身发麻。 他以前说我是个人才,公司靠我才能发展,我也把他当伯乐。 拼命给公司干活,哪想到我就是公司起步的垫脚石。 陈光耀是个富二代,他现在经营的公司是从他爸那接手的一个老国货品牌。 主要卖家居用品,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还有点名气。 可随着国外净品进来和新产品出现,不会搞营销也没抓住互联网机会的光耀集团。 产品慢慢被挤出市场了,我入职时,陈光耀刚接手公司。 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来的红利,那时候除了车间十几个操作工。 办公室总共不到十个人,基本都是陈光耀家的亲戚。 公司生产的产品都是十多年前的样式,没什么特色和新意。 我抓住互联网和智能应用的机会,提依在新产品里加智能和远程控制。 我有同学在软件公司,智能控制软件弄好后,我们根据年轻人喜好对产品的颜色和性能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新产品做好后,又花了三个月测试,七年前电商发展的正猛。 当年九月,我带着新产品去上海参加国际家居展览会。 没想到,小小的展位前意外地挤满了人,好多电商公司负责人体验了我们产品后。 都想拿到线上销售权,但我只留了他们联系方式,没直接答应。 展会结束回来后,我赶紧在各大电商平台布局,开了官方旗舰店。 等旗舰店销量和口碑稳定后,才开始进一步规划网上销售的事。 因为我大学时,做过一年海外交流生,也认识几个国外朋友。 我就把我们产品推荐给他们了,一个澳洲友人,Liam,看过我寄去的样品, 知晓我们供货价仅是他们国家的三分之一。 来中国考察工厂后,他初次下的订单就达600万美元,还签了全球独家代理合同。 海外的宣传推广,由他负责操办,陈光耀当时瞧着订单,手指发抖。 他连喊三声,妙,妙,妙,想坐下时,却一屁股坐到了椅子外边。 那晚,他喝了不少酒,他红着眼睛讲,自己往后不再是众人眼中只知吃喝玩乐的玩裤子弟。 现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了,七年来,熬夜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一天喝五六杯冰美式已成了我的日常状态,我们把快要破产的企业发展成了如今有着200多名员工的生产销售一体的公司。 在其他品牌都从线下撤掉专柜时,我们却在几年里增添了100多家店铺。 眼瞅着业绩稳定了,我的职位从市场运营专员升到了市场运营经理。 每年的绩效奖金也跟着往上涨,接着就有人开始盘算着过河拆桥了。 陈光耀抬眼瞅瞅我,随后打开了电脑上的游戏界面,他问,你还有事没,没啥事你就回去琢磨琢磨,走货留我都随你。 停了会儿,他强调,但有一点,这个工资没法变动,公司不会开除你,你要是自己走,那我啥补偿都不会给。 还有,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签过竞业限制协议,你离职后起码两年不能再进这个行业,我愣愣地看着它。 一时难以接受他这般丑陋的面目,恼怒之下,我摔门走了。 回到办公室时,看到文案编辑李雪和运营部的一个组员在搬我的工作电脑。 桌面上的好多重要资料被碰得散落在地上,我上前大声制止。 你们干啥呢?两人赶忙停手,尴尬地跟我打招呼。 李雪满脸笑容说,韩经理,我这边需要一台配置高的电脑给设计用。 陈总让我把你电脑搬过去,他说你平常就是普通办公。 用这种高配置电脑纯属浪费,我稍后让人给你搬另一台电脑过来。 电脑资料我通过局域网分享给你。 说完,他直接指挥那名组员搬着电脑走了。 李雪是两个月前陈光耀招来的文案编辑,归市场运营不管。 他曾是陈光耀大学同学的老婆,听说李雪和前夫闹离婚时常常要死要活的。 陈光耀知道后,就变成了情感专家,每天安慰李雪到半夜。 后来他俩离婚成功,陈光耀同情李雪一个人带着女儿不容易。 特地高薪把他招进我们公司做文案,李雪是985高校中文专业的研究生。 生女儿前也在大公司工作过两年,本以为他完全能够做好文案编辑的工作。 可没想到,他写的东西杂乱无章,而且基本都是他的情感发泄。 很少结合产品,偶尔关于产品的部分还使用不少极限词。 大多都触碰了广告法的红线,这种广告文案一上线,肯定得被罚。 为此,我在开会时专门指出他的问题,并给他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让他再好好了解了解内容,本是工作中的实事求是。 我的语气最多算比较严肃,可他却哭着从会议室跑出去。 找陈光耀说我针对他,吵着要辞职,当时我真是无语。 没想到还有心里这么脆弱的职场人,恰恰是因为这件事。 之后,陈光耀就开始处处针对我,我按了按背器地上蹿下跳的脑门。 运营部的几个下属趴在我办公室门口张望着,大概是在看笑话。 最后跟了我五年的王志峰走了进来,他忧心忡忡地问, 韩哥,你的事大家都清楚了,你打算咋办,我收起表情。 我能咋整,我斗不过他,不过我倒要瞧瞧陈光耀能做到啥程度。 陈光耀无非是觉得现在市场都打开了,只要找人按照我之前的运营策略维护就行。 但他小瞧了我在运营工作中的作用,七年的努力。 我虽说不上是公司的主要命脉,但起码也是心脏周边的重要血管了。 第二天上班,走到办公室门口,发现我的东西全被搬出来,堆在过道上。 王志峰正在帮我收拾,我有些疑惑,咋回事? 王志峰回头看见是我,站了起来,他眼里满是怒火。 朝着办公室努了努嘴,小声说,李雪搬到了你的办公室。 陈光耀刚才亲自安排的,他说,等你来了,让我告诉你。 让你搬到办公大厅和我们一起做,方便工作沟通。 我扫尸了一圈周围的同事,平时围在我身边热情叫着寒歌的那几名组员。 现在不是装作摆弄头发,便是装作办公,主打一个装看不见。 我平静道,没事,坐哪里都一样。 说着,我和王志峰一起把物品搬到最角落的唯一一个空位上。 这个位置离空调和窗户最远,位置够坐的情况下,基本没人会坐这个工位。 刚刚收拾好办公桌,还未坐定,陈光耀领着李雪出现了。 他拍了拍手掌,大声道,大家把手头事情停一下,我有个事情宣布。 声音很大,同事们听后,赶紧站起身,毕恭毕敬等候着。 他清了清嗓子,道,即日起,李雪升职为运营部经理。 以后和韩哲共同管理运营部,同事们瞬间震惊,面面相去。 有人率先反应过来,赶紧鼓掌表示祝贺,后面人也纷纷跟着鼓起掌来。 陈光耀满一点点头,继续道,李雪可是名校研究生。 还有世界500强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是我花高薪聘请过来的。 他目光看向我,韩哲,今后你负责配合李经理工作。 遇到不懂的问题,多向你们李经理请教请教,你虽然有几年工作经验, 但是最高学历也不过本科,这是当众故意恶心我。 我安安握紧拳头,又强迫自己松开,然后也笑着鼓掌。 那希望在李经理的带领下,我们运营部能够再接再厉。 一整个上午,我的手机和邮箱都异常安静, 从前消息不断地工作群,现在悄无声息。 去洗手间时,遇到在抽烟的王志峰, 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单独建了工作群组, 怎么我一条消息都没有。 他点了点头,小声道,嗯,是姓陈的亲自建的, 他把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拉进了群组。 关于运营部的事情现在都是李雪在处理, 陈光要让他不懂得可以直接去找周副总。 王志峰看我脸色变了,忙解释, 韩哥你别误会,我之所以没告诉你, 是怕你知道心里难受。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 这不就是妥妥职场冷暴力,搞孤立那一套?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几天,我很快发现, 我这个所谓运营部经理被彻彻底底架空, 我的工作账号操作权限已经变更, 根本看不到公司核心内容, 高层传达任务,直接通知李雪。 而组员汇报工作也全部越过我, 就连我手中的合作商, 陈光耀都逐步让我转交给李雪。 这些也就罢了, 让我最最寒心的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十几个组员, 这些年,我曾帮他们担过责任, 争取过加薪、假期、延长哺乳价, 也曾帮助他们解决无数个工作中棘手的问题。 可当我被针对时, 他们竟然也是拿刀指向我的一员, 这个公司,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我提交了离职申请,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向陈光耀妥协了, 我只是不想这么无谓地耗下去。 浪费自己时间, 但他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陈光耀要捏着我的离职申请表, 表情用洗上眉梢形容都不为过。 但是他还是装模作样说了一番话, 你为公司付出这些年, 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公司也给了你这么好的平台。 经验限制两年到期后, 你出去找工作, 有这份履历, 别人也会高看你一眼。 你当初来我公司也就是个应届生, 也亏我当时敢用你, 若是放现在, 你进来做实习生我都要考虑考虑。 我面无表情, 让我谢谢公司这些年的栽培, 但是也说不定你栽培出来的是未来的敌人。 陈光耀只摇摇头无奈笑了笑, 虽说你工作了七年, 但还是年轻气盛啊。 这种话以后少说, 别惹人笑话, 说完, 他冷着脸重重在那张离职申请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扔给我, 不用半交接, 我会派人看着你收拾物品, 什么该拿走, 什么不该, 拿你应该清楚。 收拾完你直接离开吧, 我捡起地上的申请表, 转头离开了总裁办公室。 陈光耀派了运营部的组员, 看着我收拾物品, 几个人像房贼一样看着我, 各类文件, 工作牌, 工作手机, 办公文具等等, 全部交给他们。 他们全部检查一遍后签了字, 我临走时, 曾经我亲手带出的运营助理方暖暖开口, 韩经理, 方便检查一下您的手提包吗? 我看着他, 心里像吃的苍蝇一样恶心, 当初他是瞒着已经怀孕的状态入职的。 哺乳期结束后, 公司本想辞退他, 觉得他这个人不诚实, 那时候他哭天抹泪, 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还是我建议公司给他一次机会, 可今日, 他却像个跳梁小丑一般上蹲下跳, 但我还是笑着递给他, 随便一次性检查清楚。 他虚假笑笑, 道, 抱歉, 请您不要介意, 这只是流程, 他翻看了下我包的前后兜, 发现没携带任何文件后, 把包放我手里。 韩经理, 再见, 我笑着回, 呵呵, 若是再见, 怕是兵戎相见。 我拿着之前签的经验限制协议, 去找律师咨询, 他看完所有内容, 很肯定地告诉我, 双方权力义务完全不对等。 条款也很模糊, 基本可以算是无效合同, 即使原公司起诉你, 我也有90%的把握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听到他这么说, 我心中有了数, 从律所回程的途中, 手机上打进来一通电话, 是卓睿集团的副总宋希。 这些年他带领卓睿市场运营部, 处处和我对着干, 但每每又被我力压一头。 电话中, 他语气带着幸灾乐祸, 哈哈, 听说你被陈光耀裁了。 我没好气, 差不多吧, 比被裁还惨, 怎么, 你来落井下石。 他笑道, 没有没有, 我来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卓睿, 这次你总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吧。 我沉默没有出声, 这几年, 卓睿曾经找猎头挖过我多次, 都被我拒绝了。 后来身为副总裁的宋希, 亲自联系我, 说只要我去卓睿, 条件让我自己开。 那时候我对光耀集团有很深的感情, 也觉得陈光耀是我的伯乐, 从没想过离职的事。 行不行, 痛快给句话, 宋希在电话那头催, 我委婉拒绝, 我属于公司中层。 之前有千进夜限制协议, 她是未来两年无法从事同行业, 实则是我有自己的打算。 陈光耀过河拆桥, 我也有一百种方法让她不好过, 宋希好气道, 只要你愿意来, 官司我们帮你打。 打不赢你的熟身前, 我们卓睿帮你出, 我一时雨夜, 说实话, 有些感动, 同时更有些心酸。 我倾注全部新鞋的公司, 将我扫地出门, 可这七年来, 我力压市场占有率的卓睿, 却向我伸出援手。 我回她, 那我慎重考虑下, 不论结果如何, 先谢谢你。 宋希在那头笑得轻松, 嗨, 别客气, 说不定我们以后就是共同奋战的同事。 我离职的第五天, 彼时, 我正躺在阿勒泰的草原上, 王志峰微信上, 和我说了一些公司的事情。 韩哥, 我和你说个超无语的事, 你走第二天离雪, 把Liam得罪了。 我们的产品有一年保修期, 但是离雪说你之前, 给Liam报价过低, 理应不包括免费维修。 他要求从下一批货开始, Liam需要付费购买维修和更换的配件, 现在, Liam要打跨国官司。 我有些无语, 当初给Liam的报价是我和陈光耀反复协商之后决定的。 报价本就包括售后服务费用, 这些合同都写得清清楚楚, 他们如果觉得能够变得过法律, 那就随他们去。 王志峰继续道, 你不知道你走后陈光耀安排了五六个人来接手你的工作, 但还是一塌糊涂。 数据分析他单独安排了一个人, 对接各个平台的商务加了两个, 离雪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怎么运营, 时不时翻看你之前的营销方案, 昨天还把研发部的两个小姑娘骂哭了。 他说人家设计的新品都是狗屎, 对了, 之前海外销售这一块的曝光和货带不都是你负责吗? 现在没人会做, 陈光耀急的抓耳挠塞, 我估计他等会就得找你。 挂了电话, 我做了很久, 其实王志峰电话中所说我工作的内容, 还不到我实际工作的五分之一。 这些年, 我天天忙得像个陀螺, 虽然我只是个小小市场运营部的经理, 但是从产品研发, 到销售渠道管理, 再到售后支持, 我没有不需要钉的。 我不信陈光耀不知道我工作到底有多忙, 他只是装瞎不想看见罢了。 晚上我喝着啤酒坐在驼峰山顶看日落, 陈光耀微信上给我发来消息, 我打开看, 是一份表格, 后面跟着一段语音, 含折, 表格是发往英国的香单。 你把曝光做好, 顺便联系下货带, 把那边要求的乱七八糟的内容都填了。 处理好后, 把货带车牌号和司机号码发我, 我都以为自己眼花了。 这一只气势的口气还以为我是他员工呢, 大概是李雪处理不了, 才让他这个堂堂老板亲自不惜御尊将跪来找我做这些小事。 我没礼, 直接关闭了聊天框, 手机开始震动, 是陈光耀打进来的。 我想了想, 还是按了接听, 接通后, 陈光耀语气有点不高兴。 他抱怨道, 含折, 你怎么回事, 没看到我消息吗? 现在才晚上九点多钟, 总不至于休息吧。 你把微信上我和你说的内容做好, 尽快发给我, 和之前的口气一模一样, 真是小刀划屁股, 开了眼了。 我不嫌不淡, 回, 抱歉, 我没空, 再说了, 曝光耀需要产品代码, 每个产品敬重, 毛重, 体积等。 这些都需要在公司系统查询的, 您不会以为我能把这么多产品信息, 全部记住吧。 他一时找不到话来回复, 而我也没让他再说下去, 直接挂断了电话。 其实这些曝光耀和联系货带的额外工作, 本来就不属于我, 但一开始, 公司没人会做。 陈光耀也不想花钱, 专门招个人来做这些琐事, 我去学了, 会做了, 便再也没有人接受。 而他们, 就公然成了我的工作, 甚至做不好, 还要被上面领导骂。 没过几分钟, 陈光耀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但是这次, 我没有再接听, 而是调到了静音, 任他想去。 新的一个月, 我选择入职卓睿, 因为相对于我之前, 准备的伤敌800, 自损1000的办法。 入职卓睿和光耀, 对着干更有打击性, 我还是以前的岗位, 市场运营部经理。 卓睿的产品和陈光耀的产品风格类似, 产品功能也接近, 所以, 前几年两家一直争得你死我活。 不同的是, 这些年卓睿的产品, 只在线上发扬光大, 但线下和国外市场空白一片, 这也是送锡不锡为我赎身, 都要让我进入卓睿的原因。 当前线上销售已经进入风魔化, 一再地压缩利润, 平台各种条款, 无需退货, 紧退款, 运费险, 无理由退换等等, 甚至产品用了一年了, 客户都还能成功退钱。 宋希指着半仓库的库存, 对我大到苦水, 这两年电商平台竞争实在太激烈。 网红的推广费高得离谱, 我们利润被压榨的所剩无几不说, 现在有这么多退换回来的产品。 修吧, 增加成本, 直接作费呢, 基本都是九成新, 又实在浪费。 所以, 我们接下来的市场规划, 要撤掉部分网上销售矩阵, 将精力放在线下市场和海外市场。 运营部20人全部归你掉钱, 你只拿打啊, 我和大老总完全放手。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才入职卓睿刚刚半月余, 我就感觉真正做事是什么样超爽的感觉。 没人给你屎半子, 员工不是老板亲戚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不用担心他们一个不开心便去告状。 给你穿小鞋, 不用担心你批评一个下属, 他就越急上报, 调动你的职位。 下达的任务, 没人会推三组四, 都是高效完成, 真的, 后悔来晚了。 宋西怕我人手不够用, 又从策划部临时抽掉了几名员工, 配合我前妻的线下去道 推广方案。 说实话, 推广期的工作很累, 经常需要加班, 出差考察, 不停地做方案。 但是这些工作都是运营部核心工作, 不是乱七八糟的杂事, 我如鱼得水。 线下店铺的选择, 我全部布局在光耀的店铺附近, 这并不仅仅因为我的个人恩怨。 因为光耀线下的店铺, 我都考核过, 每个店铺的业绩比较好, 我也牢记于心。 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两个, 一是扩大卓锐市场, 二是击垮光耀集团。 这俩目标不仅不冲突, 还几乎一致, 不削一个月, 陈光耀发现了我在卓锐做运营经理的事情。 他立马要律师给我发来一封律师函, 让我立刻从卓锐离职, 还要赔偿经济违约金, 和他们的全部损失。 我看完笑了笑, 直接扔进垃圾桶, 没有经济补偿的敬业协议算个屁。 陈光耀的律师想必也会告诉他这点, 否则他早就起诉我了, 还发什么律师喊来吓唬人。 我曾经想过陈光耀无耻, 会闹事情, 但我实在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 在我到处飞着出差的时候, 陈光耀直接登门卓锐公司, 找到了卓锐的老板卓总。 他向卓总颠倒黑白, 说我在这期间把所有的客户资源 都把控在自己手上。 让卓锐一定要小心我的小人做派, 话里话外还暗示我这些年 贪污不少公司的推广费 和给经销商的补贴费用。 他一再强调让卓锐要提防我, 就算非要留下我, 也一定要监控好我的账户。 当宋熙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 我大脑被气得一阵晕眩, 血压都感觉上升不少。 出差回来后, 我打算去找卓总, 想和他解释清楚, 但我又无法证明 我没有贪污过推广费。 警察办案, 他们会找证据给犯人定罪, 可陈光耀只需要埋 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不过我多虑了, 当我找到卓总的时候, 他直言, 我有一条就是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小宋和我推荐了你, 我相信你, 推广费你大胆去用, 我要的是成绩。 不要因为这件事, 反而束缚了你的发挥, 实际上后来, 我还挺感谢 陈光耀的这波被刺。 因为卓总为了证明 他用人不疑, 推广费确实放手 让我自己支配, 而我也没有让他失望。 用更少的推广费, 打下更大的市场, 信任是相互的。 三年后, 我升职到和宋西同等职位 的副总位置上, 我抓市场和服务, 他抓设计和生产。 光耀产品再次被全面挤出市场, 不过这是后话了。 当我们线下店铺开到第十家, 另外还争取到 Liam下一季度的订单时, 陈光耀有些急了。 他向我抛来橄榄枝, 含折, 最近在忙什么, 有空出来喝一杯。 我工作完全饱和, 没有心情应付他, 只随便回了一句, 没空。 陈光耀把发文字改成发语音, 语气带着几分讨好, 含折呀, 有没有兴趣, 再回来光耀上班。 我考虑了下, 你底薪我不调整了, 但是, KPI的考核标准不变。 回来后, 你还是运营部经理, 和李雪一起管理运营部, 我在光耀的底薪是七千元。 调整不调整, 我真的无所谓, 我本来就是靠绩效拿工资的, 我笑了笑, 回, 抱歉啊, 陈总。 我挺喜欢卓睿这边的氛围的,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忙了, 有空聊。 我并没有撕破脸, 直礼貌切断了他下面想要说的话。 我奇怪于陈光耀突然改变的态度, 才几个月而已, 之前还跑着锐告我黑状, 怎么如今突然想要我回去, 很快我便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因为三天后, 我面试了之前那个上蹿下跳的助理方暖暖。 他来卓睿应聘运营专员一职, 复试时, HR那边喊我过去一起面一下。 他见到面试观中有我的时候, 很明显表情僵住了, 有些局促不安。 但是他已经进来了, 只好硬着头皮坐下, 当HR问他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时, 他便开始了长达十分钟左右的吐槽模式, 从公司管理到同事之间的鸡毛蒜皮, 大概觉得我会对李雪感兴趣, 他特别说了关于运营部的事情。 原来李雪虽然是运营部经理, 但是实际运营相关工作他并不擅长。 运营部一团乱, 业绩直线下滑, 陈光耀不得不给他高薪招过来一个助手。 也就是运营专员, 本来方暖暖完全可以升上去, 他毕竟在我手下做了三年。 很多事情处理上也是手拿把掐, 可偏偏不管他怎么讨好李雪, 李雪就是不喜欢他, 还经常给他穿小鞋, 各种扣他奖金, 不喜欢他的原因, 方暖暖没说。 只说是李雪极度心强, 说他自己能力在李雪之上, 上个月优化的时候。 李雪因为极度把他裁掉了, 面试结束后, HR那边问我意见。 我的意见当然是不通过, 这样的白眼狼, 我留在身边等着他来捅我一刀吗? Liam和光耀集团的全球代理合同到期后, 转迁到我们公司。 光耀线下的店铺有一部分是授权经销商, 一部分是直营店铺。 即将到期的经销商, 我基本心里有数, 我带着合同去谈合作。 开设卓锐的授权店, 只有保证金, 没有加盟费, 我们还承担全部的设计费和装修费。 授权到期后, 无违反合同行为会全额退还保证金。 我积极开拓市场的时候, 光耀集团的运营部在干什么呢? 听说陈光耀的老婆 发现了陈光耀和李雪的猫蜜, 在公司大闹了一场。 现在陈光耀收敛了很多, 这还是和宋希一起吃饭时, 她给我八卦的。 她清敏一口红酒, 笑着说, 照这个趋势走下去, 光耀很快便会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也笑了笑, 我只关注卓锐的发展, 至于光耀,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宋希认同的笑笑, 我们现在的新品更加智能化, 和头部智能家居系统都有合作。 目前, 我们已经领先了光耀一大步, 关于和智能家居系统合作这点。 我一年多前就和陈光耀提出了, 我们的产品加上成熟的智能系统, 能给消费者带来更便捷和高效的家居体验。 但是她觉得没必要, 普通的智能控制已经足够, 没必要再多做这些噱头。 说到底, 她还是太自大了, 有些顾不自封。 大半年过去, 陈光耀招聘的五六个接手我工作的人, 都还没有厘清公司的市场运营。 主要是有几个招进去, 还没过试用期就跑路了, 实在是李雪的要求又高。 可偏偏她自己又懂得不多, 每天只会大呼小叫。 我还在员工私时, 因为绩效好, 我们组的每个员工基本都能拿到绩效奖金。 但是我走后, 李雪联合, HR部门重新设置了考核制度。 每个人的奖金只和本人的业绩挂钩, 如果是文职岗, 则只拿固定的底薪。 不再享有任何绩效奖金, 运营部的组员, 因为能拿到奖金, 加上我的任务分配明确。 都还算兢兢业业, 如今看到现在这样, 就开始偷奸耍滑。 表面装得自己很忙, 实则正经的工作没干几件。 很快, 陈光耀就发现市场运营部形同虚设。 新招来的运营专员, 拿着我之前两倍的薪资, 但是连简单的数据分析都做不明白。 陈光耀一气之下, 吵了运营部大半的人员, 有几个曾经的组员知道, 我在卓睿做运营经理。 还给我发消息问, 能不能再跟着我一起做事, 我回都没回, 直接删除拉黑了。 这些人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也没有再联系的必要。 如果别人伤害过你, 都还没能给你留下一些教训, 那么那些伤害活该你受下。 没多久, 陈光耀的产品, 被打假公司盯上了, 打假公司一口气买了200多万的产品, 然后开始索赔假一赔三, 原因就是产品文案出现了问题。 宣传中使用了诸多极限词, 不仅夸大了产品的功能, 还写了是什么最新高科技名牌等等, 明白着给打假公司钻空子, 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 那边是个专业的打假团队, 一早就准备好了各种证据, 还请了专业律师。 购物发票, 广告与截图, 宣传业等等, 这一轮操作下来。 陈光耀不仅被工商罚了几十万, 最后来来回回打好几次官司后, 还是赔给打假公司几百万。 此时, 就算他如何想偏袒离学, 都无法眼睁睁看着几处小小的文案错误, 导致公司损失大几百万。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里一些稍有能力的人纷纷开始跳槽, 剩下的基本就是混吃等死的。 吃公司每月的社保和固定工资, 这时候的陈光耀又再次想起了我。 他拎了两盒进口水果, 直接找到我住的地方。 他善善笑着把水果放在茶几上, 含折, 这一年多下来, 我发现还是把工作交给你最放心。 我打算双倍底薪聘用你回来, 李雪给你做副手, 怎么样? 我这边毕竟是你的老东家, 亏谁我也不会亏了你。 等咱们以后业绩恢复了, 我给你公司二的干股。 这些话有些熟悉, 曾经那些年, 他哄骗我做牛做马的时候, 也承诺过等公司发展好了, 就给我干股, 可惜那时候我相信他, 现在再也不会了。 我把他带来的水果往回推了推, 不用了陈总, 上个月卓睿已经给了我三个点的股份, 而且我现在的底薪和提成点都比之前翻了几倍, 你给的那点工资我也不稀罕。 陈光耀嘴张了张,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最终他憋出一句。 那还希望你看在我们熟悉的面子上, 对光耀的产品手下留情。 我没有回答, 之前我从没有对卓睿手下留情, 如今, 我更不会对光耀手下留情。 站的立场不同了, 敌对目标自然不一样, 李雪被开除了。 听说这次是陈光耀的老婆, 亲自让她做HR的表妹开除的。 没有一分钱补偿, 因为陈光耀老婆让公司调查李雪的过程中, 发现她贪污了推广费不下百万, 没把她送进监狱, 都还是因为陈光耀老婆不想, 和丈夫的关系弄得太糟糕。 陈光耀老婆清醒得很, 她让李雪把所有钱全部吐了出来, 然后赶出了公司, 还在傅太太圈子里打了招呼, 对她进行软封杀, 至于她后来怎么样, 没有再打听过。 而接下来的光耀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为了缩减开支, 陈光耀只能不断地关闭线下的直营店铺。 不到两年功夫, 直营店铺关的七七八八, 只剩下几个大城市的授权经销商在做了。 而那几家经销商的店铺附近不出百米, 必然会有一家卓锐的直营店。 光耀也算强弩之末了, 最后, 就连王志峰那种老黄牛也跳槽了。 我把她内推到我们公司, 之前我离开光耀后, 王志峰的职位也往上升了升。 听说工资也加了两千, 所以那时我没提出让她跳槽到卓锐。 如今水到渠成, 也算给她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光耀公司剩下的人基本不会走了。 那些都是陈光耀的亲戚, 只要她不倒闭就得养着。 最后一次听到关于陈光耀的消息, 是几天前了, 听说她套网贷给公司的员工发工资。 我有几分唏嘘, 曾经看过很多裁员 裁到大动脉导致公司倒闭的。 但是没想到, 裁到我这个小血管也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问我之前七年 为光耀的付出后悔吗? 也并不, 我曾经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和真心, 我把自己的事业线和公司的发展重叠。 只不过陈光耀并不是那个 能延续我事业发展线的人, 卓睿以后会不会是第二个陈光耀。 现在我也不会知道, 但是我会走好自己的路, 若发现走错了, 及时改正, 也算为是不晚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